这是一个很孤独 很虚无的一个事情 相信 聪明 没用 聪明的家庭 我相信忍耐 坚守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这可能是 自己的智商高的一种 一个暗示 想到明月之后 忍怀谁忌 自己觉得连日俗世扰扰 没有整理冰险 牡丹屏中的杜丽娘 因为一梦想起柳梦梅这样一个人 我想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我的文学 忍耐 坚守 太重要了 本期文化试点封面故事 解密卖家 敬请关注 文化的改革与多元发展 极大的推动并鼓励着文学界的创作 横空出示了不少实力不容小觑的文坦新将 青年作家卖家的暗算 堪称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一匹黑马 评委认为 卖家的小说题材具有开创性 而卖家亦是把大众化阅读趣味 与形而上的写作方式结合的最好的一位作家 有人说 小说暗算的获奖显示出了近年来 在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 原文属于纯文学创作范畴的 矛盾文学奖的新变化 也许正折射出文化市场 对于文艺创作和文化接受的活跃影响 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矛盾文学奖是什么概念 它肯定是矛盾文学奖 现在毫无疑问它是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项 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作家 你怎么说我认为大部分作家都是渴望得到它 一个是它太难得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也是靠内心写作 难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追准这个讲 那么在乎这个讲 我想了一下我还是真想通了 就是说其实写作是一个很孤独 很虚无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王安逸说过一句话 王安逸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作家 要说我觉得这些年来 他也是活得非常淡薄的一个作家 他曾经说过 他说我还是喜欢获奖 为什么 他说虚荣可以对抗虚无 写作是非常虚无的一件事情 从2002年的长篇小说解密 再到2003年的在刀尖上行走 暗算后来的风声 直到最近的风雨 卖家一直在不断强化自己 置信而灵异的写作 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小说世界 无名英雄浮出水面 悬疑情节 神秘纠缠 天才的成长 诡异的想象 莫测的命运 荒诞的现实 人们喜欢把卖家的小说称为 新智力小说 密室小说 特勤小说 谍战小说 解密小说 他小说的语言流畅诡异 却又与独特的内容完美结合 除文字被形容成轻瘦之外 他还被冠以中国单不朗的美名 在你的小说里面 处处充斥着天才 处处充斥着那些 不同于常人的高智商 一种来自星辰之外的 一种智慧和运气 为什么在你的想象当中 有这么多这样的人 因为我太乐小 真的 我觉得对天才的崇拜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始终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 你现实层面上 你是个猪肉 你的精神层面上 就特别希望 有英雄来拯救你 或者说你有一天 莫名其妙地成为英雄 是吧 那真丑小牙变天鹅 这个是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 我觉得也许 我来说一个天才 我更容易把 我想说的一些道理 传达出来 可能也是 我在寻找的一条迹径 就是我觉得 一个作家 他肯定是想对别人发言 走哪一个渠道 以什么来当道具 这个确实还是要选择 我觉得可能天才 可能现在也是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条迹径 好多人把您的小说叫做 智性小说 然后很多没有接触过 您的可能要去猜测 麦家是一个智商 智性都很高的人 您测过自己的智商吗 没有 而且我相信我要去测 肯定是 肯定智商很低 为什么 我是所以那种 其实你应该有感觉 就我是那种应变人 所有的测验都是激性的 我这种应变能力是特别差 那如果说我 我说应变能力差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所以 忍受能力比较好 那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我的聪明的价值 是负的 就是聪明很难 我一直认为 就是聪明很难 很难帮你成为大师 一个聪明人面前 你聪明了 意味着你 比别人更容易发现机会 你聪明了 意味着你 比别人更容易 得到别人的赏识 也就是你面前的诱惑 机会越来越多 比别人越多 那你就很容易迷失 是不是 那其实人 其实我觉得 我刚才也就说了 基础的层面 大家都大同小异 但你真要做成 和异于别人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忍耐 坚守太重要 我相信 聪明没用 聪明的价值是富的 我相信 忍耐 坚守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这可能是我的 智商高的一种 一个暗示吧 在第七届 矛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 麦家得到的评语如下 麦家的写作 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来说 无疑具有独特性 麦家的小说 具有奇异的想象力 构思独特精巧 诡异多变 他的文字 有力而简洁 仿若一种 被痛楚静慢的文字 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 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 他的书写 能独享一种秘密 一种幸福 一种意外之喜 在小说暗算 以及同名电视剧的热播之后 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 大量涌现 即文学作品后诞生的谍战剧 蜂拥而至 然而这种景象 究竟是文学创作的繁荣 还是创作题材的匮乏 我看到你那一篇 文章里提到李静泽讲说 今天的这个作家 都好像是开地铁的 直奔目的地 呼啸而过 但是作家其实应该像个登三轮车的 悠哉悠哉 盯了当当 然后还让自己的客主 能够看到两边的风景 沿途带着介绍 对 这是李静泽曾经就是指责我们 现在的小说下都是 都是开地铁的 就都一路狂奔 把你带到目的的位置 我觉得小说肯定不是这样的 小说其实不能告诉你什么东西的 哲学是明确地告诉你什么东西 是不是 数学的是精确地帮你计算什么东西 小说又传达的是生活的一定的模糊性 丰富性 是不是 我经常说 文学性和可独性之间 它虽然没阳光大道 但它又阳产小道 我们去寻找 小心地把它走过去 那可能跟读者又接通了 但现在我觉得是没接通 正因为没接通 现在就出现了大量低俗的小数 是吧 充斥的市场 读者本身是有阅读文学作品的 期待和欲望的 我们很多就是我们这种 传统的严肃的作家 你没有去占领这个市场 马上有其他低利的产品 去占领这个市场 我们要去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 这不是迎合 我从来不会迎合 人家说我这小说是通俗小说 我说那是很可笑 我小说肯定不是通俗小说 因为我可以简单地说一个例子 专家们认为我是波罗克斯的徒子徒生 波罗克斯和通俗之间是天缘之别 波罗克斯是作家当中的作家 我不敢说我是他的徒子徒生 但起码这种说法和我是通俗小说的说法是绝对对立的 一个是极端的俗一个是极端的亚 就是有些人在说我极端的亚 有些人说我是极端的俗 这肯定是矛盾的 但是我这两边我都不承认 我只承认一点 我是在研究读者的诱度情绪 同时我也是在寻找我自己的表达多种可能 一个作家为读者写作 为大众写作 作家的动机里面有没有为时代写作的这种出发点 比如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今天的作品是不是应该有意识地去反映这个时代 或者说正好相反 只是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我的所思所想都逃不过这个时代 所以我的作品必然只是反映这个时代的 这两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后面的话肯定是成立的 你不管写什么 你今天的作家 你写过去也好 还是写未来也好 你逃脱不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当然我们去表达当下这个时代 这是每个作家应该有的这种质论 但我觉得作家最重要的一个质论 是寻找到自己 找到你最适合表达的那个内容 当你这个当下不是你最适合的 那就让别人去表达 我觉得首先还是找到你最擅长的 就是把你的兴奋点去找到 有的人兴奋点就在当下 有的人兴奋点他不在当下 是不是 我个人就我个人来说 我并不是说我对当下排斥 我其实很想写一些当下题材的作品 但我其实找不到切口 我总觉得当下太汹涌了 就像一条很汹涌的大河 我觉得东西都还在汹涌当中被卷走 没有沉变下来 这个是对作家是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家 就是觉得写当下觉得很困难 或者说成功的作品比较少 这么学校 这么汹涌的时代 你要去抓 就好像一里快手 奔驰火车 从你眼前一里而过 你要把它真实表达出来是很难的 挺好的 叠战题材意外获奖 这道毛的文章 清烂 仿佛是一深夜的一个梦 天才的成长 诡异的想象 莫测的命运 荒诞的现实 幽暗的色彩 隐秘的叙事 致信的小说 轻瘦的文字 我想另外一种方式来体现我的文章 忍耐 坚持 太重 本期文化试点封面故事 解密卖家 敬请稳住 有人说 您也说到文学被边缘化了 这可能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它和文学的本身属性之间的这种矛盾 导致文学被边缘化了 文学边缘化 第二我个人觉得它是正常的 八十年代文学在聚光灯下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作家其实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你不能就是站在聚光灯下 八十年代作家成了聚光灯下 成了一个宣兵独主的一个 他不是旁观者 他成了明星 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是对的 就我个人来说 我也很容易当这么一个 相对来说 不是被 被这个时代遗忘的一个人 你自己在这种被遗忘的 在沉默的一种状态 你的可能各种嗅觉 特别敏感 然后别人也不容易在你面前表演 你更容易看到真实 我个人来说就是说 我不愿意 如果你让我选择 我不愿意来做这种节目 也不愿意再做其他的这种访谈 但当我站在 我的写作为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 我需要 为什么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我刚才也就说了 我的写作里面 读者的符号是很大的 那同时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每年 我们出版的原创产品 有上千部 如果没有媒体 你的作品很可能在一千部当中 默默消失掉 你成了一棵沉默的树 是吧 你那本书可能就是一堆纸浆 那我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 我特别希望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我得到更多读者的反响 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判断 我希望从读者的回声当中看到我的写作的优点和缺点 那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就是让媒体来关注我 因为这个媒体才能把一个作家和读者年纪在一起 酒好不怕向子生的年代就过去了 婚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 云言六百余彩 造就着梦幻深情悲壮苍凉 诙谐灵异风雅的审美传奇 文化学者于丹带您体验细腻醇厚的传统文化之旅 以积淀丰厚的昆曲艺术鉴赏 为您开启重新认知传统文化的新空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连续七天播出的特别系列节目 于丹游园惊梦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于丹教授给我们讲述了昆曲的梦幻之美 那么今天接下来 于丹教授将给我们讲的是昆曲的深情之美 细腻的情感刻画是昆曲魅力独具的地方 两个人的浓情逆意 一个人的欢心惆怅 在水墨香的婉转流离中潺潺流淌 千种境遇和万般深情附在着怎样的情怀和愿望 昆曲的深情会给今天高速运转的人们送上怎样的心灵鸡汤 我们昨天其实说到了一个命题 还是她在我们的心里面能有一种空气的反响 所以其实今天要说的深情之美 就是昆曲里的情能够深到何许成 爱情在昆曲舞台上得到了极度细致的表现 无论是牡丹亭里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痴成眷恋 还是桃花扇中李湘君与侯芳玉的始至不渝 都流露出一种让人荡气回肠的细腻腕爪 然而昆曲中的爱情戏是如何铺展的 爱情的诈意相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昆曲的情绪是一种细腻婉转 能够先毫必现的一种情趣 所以这样的情思铺展起来的时候 是从容不迫的 我们说一出戏就是《御簪记》里面的情条 书生攀逼正 在进京赶考的途中逗留在女真关 休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晚上 突然之间听到了琴声 这是谁的琴声呢 一个小道姑陈妙长的琴声 所以这一曲琴条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琴声中 一在高山一在流水 两个人幽怀谁济 通过这个琴声互通他们的情思 琴条在开始是一个明月夜 潘逼正一个人在课图之中逗留在此 心下凡问 走出来看到的是月明云淡路华农 这样的一个好的夜晚 一个人膝枕愁听四地穷 听见韩琴的提名声 心里头就开始烦闷了 商丘宋玉复兮风落叶金蚕梦 一个人的心如何才叫悲悯 就是每到秋风遥落的时节 可以深知宋玉之悲 想起来宋玉当年被西风惊破的是什么呢 偏然一片落叶 在这样的一个月夜静悄悄的时分掉下来 它可以惊断你的残梦 今天我们还有这么一种细腻婉转吗 所以就不会有潘逼正上场的时候 心中那样一种惆怅了 所以他被这样的明月照彻心怀的时候 想到要去闲步一回 闲步方亭数落红 他带着这样一种心情 毫无期待 结果就木然相逢了一阵情绪 这时候小道夫陈妙长自己抱着琴 看到的是粉墙花影自重重 连卷残河水电风 他一个人抱琴弹相 月鸣中香鸟金一栋 多么安静 这样的一种心情 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残河时节 秋风乍起 想到明月之中忧怀谁记 自己觉得连日俗事扰扰 没有整理兵弦 这个时候想要把一腔心事 寄托在琴音上 这样的曲子被潘逼正听到 所以他急急的上来 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声音 木然入心 不须声杜许非穷 猛的一听 乍停环宜别怨风 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声音 然后驻足四听 听到说 哎呀 妙啊 听七七楚楚那声中 谁家月夜秦三弄 细数离情取位中 一下子就听出来 这个人心中是有忧怨的 听到了七七楚楚那声中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 哎呀 我已经走到这个楼下 原来是陈姑在此 听到那个哥们快点 太过来 听到那你 怎么在路上 回到这边 母亲 又想回到这边 女嘉宜 又想回到这边 女嘉宾 女嘉宾 男嘉宾 男嘉宾 尖 男嘉宾 まず 赖 男嘉宾 女嘉宾 这时候陈妙长自己就开始接探 他自己就觉得自己长探空随挤阵风 他自己在谈的这些 就是他的心事逐渐逐渐的一种托付 所以他看到潘比正进来的时候 先把他吓了一跳 说仙狼何处入莲笼 早是人惊恐 你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我都不知道 然后这个时候陈妙长跟潘比正之间 才开始说上话 一开始潘比正说 你的曲子弹得真是好 陈妙长也很跟他客气 两个人都是千词 陈妙长说我早就听说 你执法精妙 我能不能请教你一曲 所以这个琴声之中 两个人先来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过程 两个人既有一见钟情的欣喜 但同时这个中间隔着一道鸿沟 这是一个稻孤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之间怎么试探呢 自照苟细尽轻 grain寨 先说 苍骨飞膝 你偶挖心 点antic言 这是一首无期之曲 一个人怨官聚的心情 所以小大姑听了以后说 你这个曲子弹得好 执法很好 但是你正直壮年 为什么要弹这么个曲子呢 潘比正赶紧表白 说我真是无期 小大姑赶紧说 这也不关我事 两个人心里的这种情愫 这是不经意的一种处罚 从容不迫 再接着往下走 那么潘比正说 我已经弹了一首古曲 我也请教你一首 这个时候 陈妙常弹的就是网含有 天愁亮 听见 天淡淡旗 晴雨 相爱爱惜 回忆 谈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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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 自温 自温 嫦娥一个人在天际 尽管自己心地落寞 但是抱欲吐喜 自温 自己安顿自己 潘比正听了以后说 好曲子 这正是出家人谈的曲子 但是你不觉得漆冷一些吗 这个时候 陈妙常在跟他讲说 我自己有什么漆冷 长清 短清 一个人坐在这里 不管事上任何评论 我看到的是白子 坐中粉 梅花 胀 绝尘 就是一个冰清 郁润的生活 其实他在阐述这些时候 越表白 自己心里越缭乱 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他在努力表白着 那么到最后呢 就潘比正走了 这个 陈妙常 故作恼怒 因为潘比正呢 不断地在问他的心事 跟他说 你自己在这 长探短探 一生一生的独坐 谁相问呢 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日子啊 翡翠清寒 芙蓉月映 三星照人如有心 你这样一种孤期的夜晚 天上的星星都好像是含着一种心意在注视着你 你自己这样的日子 谁来与你共温呢 陈妙常有点挂不住了 就把他给封出去 整整一处折子琴条 两个人心计未明 似有似无之间 人情 道情 隔着一道光开 但是少年男女心意之间相互映照 就在这样浅浅的萌动之中 这就是深情的种子 潘比正回去 他也郁闷 他就郁闷的病了 病了以后觉得自己这个心事无可托付 心病还需新药医 吃别的药不管用 非得等到陈妙常跟他的姑姑一起来探病了 悄悄用语言打探 这潘比正觉得说陈姑还是有益于此的 所以这个心里头就会好一点 这样的话 他再去看陈妙常 这就又是一折 是偷诗 就是陈妙常自己心里也在想着潘比正 所以心思缭乱 自己写了一首诗 然后要让自己用这样的一种道情 用自己的这种修炼去压住自己的烦心 但是自己烦心转身 所以很恼怒 自己在那睡着了 这个诗稿压在胳膊底下 潘比正去了以后 把这个诗稿偷出来 一看心里就完全明白了 所以偷诗是他们俩这个情愫终于明了的这么一辙 你看这中间有多长的过程 其实身形之美 就在于他消费了一个过程 消费到这个心计全明的时候 潘比正说 一首诗 两下缘 三声泥 相看惶恐 相抛弃 不舍呀 这样的一首诗中 是两下的心意 忠于相通的时候 三声缘定 尽在此中 其实在昆曲的这种深情中 就在于他有一个从容成长的过程 所以后面才会有了秋江 陈妙长 这个乘船去追赶口的潘比正 就在这个玉簪记一处大戏中 我们会看见 那个情愫从他的萌芽开始生长起 一点一点 怎么样长到枝繁叶茂 玉簪记还是能够修成正果的 也有很多深情 一往情深的时候 根本不问结果 像我们昨天讲到过的牡丹亭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 因为一梦想起柳梦梅这样一个人 等到梦醒时候 有没有过这个书生 今真正来到他的生命中 已经说不清楚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够去园子里寻梦 这不是深情吗 其实一往情深 有时候只是一个人的深情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情怀 是不问结果的 有一些情怀是不计成败的 杜丽娘带着浓浓深情 去寻觅旧梦 却再也无法见到梦中 天然而至的柳梦梅 此后 她在对柳梦梅的痴情追忆中 抑郁而亡 然而 这段深情并没有结束 三年后 随着柳梦梅的出现 这段超越人鬼异界的爱情 又重新继续 真正的深情 都是超越功力的 杜丽娘最后香魂一片 阴雨霉天 又有另外一个魂魄 遥相呼应 这就是书生柳梦梅的实话教话 柳梦梅偶然走到这个地方 看见园子更荒白了 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是寒花绕气荒草成科 已经就只有在竹子上来过的游客 刻画掉的痕迹 什么故事塞上来过的游客 扶去那些尘埃 展开这个画卷 猛的一看也看不明白是什么 所以他就一重一重在那插测在那插测在那写 他拖着两半金莲 观音是不能漏脚的 想这不是观音 再想是嫦娥 只有嫦娥这么美 再看不是嫦娥 要是嫦娥怎么不见祥云半朵呢 再想想说 那是人间女子的行乐图 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拨开了尘埃 走进了她的树梯 看神圣树上 一小时树海 大路看来 这部分明是年床 愿观是在首飞行 他年的帮床公开 不在美边 在柳边 这是一把钥匙 宿命中明明的机关 在这一刻怦然被贬系 他说天哪 这个事奇怪了 我想这个世界上 姓柳的嘛也有 姓梅的嘛也有 偏偏我呢 叫做柳梦梅 他说 他年若办禅功课 不在梅边在柳边 为什么就要纠缠着我的名字 莫非画上这个美人跟我有多么深刻的缘分吗 然后他再去看 在看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个人跌进了他自己的命运 蒙渴的太相思 颜刺驼 自己的面容 哗的一下 热血冲撞上来 脸红起来了 这一刻心中的一扇门啪的打开 柳梦梅终于觅到了他的三生圆面 然而这个画中的女子如何才能走出画来到他的身边呢 什么是深情 一个人的深情可以情深如雪 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叫化了 他一声一声对话叫 他可以向珍珍提雪你织末 一声一声 犹如紫龟提雪 所以他会把这幅画挂在自己的书房中 他说我走到左边来 我看见这美人的眼睛 看着我 那我再走到右边去 这个美人的眼睛他还看着我 这样一番颠颠倒倒痴痴狂狂 一个人在木染捡来的一幅画轴前 把心思全部托付 生生提雪 在今天我们看 这是荒唐还是深情 柳梦梅实话叫化 说以后你就每天这么陪伴着我 早间晚间我供奉着你 我就这么叫着你 就这样 他从画中叫出了杜丽娘的魂魄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忧购 杜丽娘的魂魄真的来找他了 而且真的告诉他 让柳郎去发肿还魂 柳梦梅考中状以后 回来和杜丽娘完婚 也许牡丹亭的结局 不外乎就是才子家人大团圆 但是他真正典雅精致的是过程 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计生死 不问功力 毫无结果 一种苦苦的追寻 这种追寻就有这样一种能力 让我们今天心动怦然 在清代的很多戏剧的记载中 都记过明代一个著名的灵人 叫商晓灵 所以这个人演戏非常投入 他以色意称 就是色意俱佳 那么他自己生活中 亦有所属 他自己有一中人 但是视不得通 天天生活中有种种的坎坷阻隔 也就是说他不用做梦 他在生活里就有他自己的心意 但是他一定是圆不了这个梦的 所以他每次只要演精梦 演寻梦 他自己人就投入的太深太深 每一次他都会唱到缠绵翡测 每一次都会唱到泪光盈盈 有一次上台扶着病弱之身去唱寻梦 恰恰唱到这一句 带打病香魂一片 阴雨霉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忽然之间满面泪光 一个人颓然倒地 气绝而死 就死在了这一句唱词上 这个故事在教寻的句说中 有完整的记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戏曲中 一段完全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触动了今人的伤心事 深情 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生命的驱动力 它可能会让一个人打破很多的繁俗 所以其实说到深情之美 我们最后其实要说一说昆曲的行当 戏曲中有生淡静莫丑之分 生和淡排在最前面 而深情戏往往就是小生小淡对唱的戏 那么生在这里主要是指小生 小生里面其实有分金生官生 还有很多分法 金生基本上是这种有才华的少年书生 也叫扇子生 因为他穿厚底靴子 穿长衫要拿扇子 金生眼来是最风流倜傥 最儒雅俊秀的 像我们说到的柳梦梅潘毕正 这都是金生 还有官生 我们在后面以后会讲到 迎向枯向的唐明皇 昆曲中这种大官生带着官免的这种行当 演皇帝还是由小生当行 生行里面还有穷生演这种落魄的文人 那么还有灵字生 但是我们在深情里面看到最多的就是金生 我们再来说说淡绝 淡绝分的也很细 有正丹 正丹一般都是这种出了嫁的中年妇女 那么再接下来还有四丹 五丹六丹 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舞台上演艺深情最多的是五代 也叫做闺门淡 闺门淡 闺门淡往往是一些个年轻俊秀 大家闺秀 那么他有自己的文化修养 有自己的这种心意 这样的闺门淡是最多的 生与淡 我们看起来就是两个大的行当 它里面不同的身份 对应它不同的角色 对应不同的表演 对应不同的演唱 在深情之美中 有一些是生淡相对的深情 也有一些是亦往情深 一个独角戏的深情 这种深情自千古之前幽远而来 绵绵不断 最后到我们的今天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折子 一个一个瞬间 能够在心里激起什么样的反响 这已经不是要拷问昆曲这折戏的本身 而是换一个角度 拷问我们自己的心中 究竟还有多少深情的储备 我觉得听于教授的这堂课讲下来 这种感觉跟受了一次爱情教育一样 今天的年轻人 很多人对于深情这个词 感觉是说深情的谈一次恋爱 尤其你说讲究过程 有长时间的恋爱 好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其实我想爱里面包含着两个成分 第一是爱的意愿 第二是爱的能力 一个太计较结果的人 往往由于冲击而没有太好的结果 所以其实我说意愿跟能力结合在爱里面 我们也许会在戏曲里面找到一种坐标 我们希望在这个年华中填充更多 这个时代发展 技术手段永远会让我们越来越丰富 其实人不必有一种哀叹 就是金不如骨 说我们就一定没有他们那时候那么好了 我觉得本着一个积极的心态 就要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比古人更好 为什么古人的有生之年那么短 但他可以过得从容 我们的有生之年那么长 我们反而越过越冲击 这是个悖论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年华长 但我们的欲望更多 我们希望人能够在不断的这种转换中 能够获取更丰富的层次 这个愿望本身是好的 但是这不应该以舍弃从容为代价 从容并不一定要表现在过程的时间拉多长 从容其实是一种态度 用一种从容去面对很多事情 当你淡忘结果的时候 把自己心里的深情放在第一位 尊重自己的心比结果更重要 也许你的生活就改变了 您刚才这番话 其实解决了我内心的一个想法 我老觉得这是一堂爱情课的话 您的学生 或者说在场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情窦初开 他受这个教育有必要 那么像我们这样 就是说人到中年的人还能够从当中体会得到 像年轻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吗 我想深情之美不仅仅限于爱情 而且我相信一个人的情愫 与他的阅历成长都相关 一个真正宽广的生命 他绝不仅仅是走过了青春就呈现出停顿的 他可以终其一生 就像是春夏秋冬在各个季节上呈现出来的面貌一样 每一个年纪都有他的深情 其实深情就好像你说岁月是一山大门 那个黄铜的门环 越被磨砺 他的光泽越亮 一个人年老之后 可以洗掉很多幼稚 但不意味着失去天真 天真其实就是天之本真 一个人如果保持赤子之心 尊重内心的深情 老来迷真 这样的一种深情之美 你说他怎么不是穿越流光的成长 今天余丹教授好像给我们讲的是一段儿女情长 但是其中孕育着很多人生的道理 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余丹教授将给大家介绍的是昆曲里的悲壮之美 我们明天见 有很多人说刘欢运气特别好 这点我承认我真的是运气很好 比如说媒体会问一问 什么是最重要的 为了喜欢音乐的做这件事 为了这个你可以丢掉很多 你也可以得到很多 一把青龙艳乐刀 一个英雄孤身独网 一个弱女子 他守得仅仅是自己的情 所以他血剑施善 最后被化成桃花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